大家好,这里是绳子收纳者,我是南部小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生活中非常实用的绳子收纳法 当我们把绳子整理好以后 我们要怎样把它收纳起来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绳子的一头 先卡住啊 然后呢 把这个搞出来 用手指这样搞 然后呢从手指上面这样 绕过去 把绳头从 这边穿过来啊 穿过来 然后先给它收紧 现在收紧的时候呢 这个绳结是松的啊 因为没卡住 这样呢我们再给它绕一圈 到前然后从左边穿过去 然后呢我们先给它收紧 收紧我们收索整理一下以后 大家看没有 这个绳子收纳法呢我们就 制作完毕了啊 这个绳子收纳法呢它有个好处 上面有个绳额 可以挂在挂钩上面或者钉子上面啊 这样挂上面去 绳子收纳法呢 那我们先给它 这一带 这个绳子 转抢 这一带 我们先给它 这个绳子 这一带 我们先给它 我们先给它